各位好,我是大寶科技有限公司的市場總監劉宜璇 我們大寶科技是在做腦波研發方面的相關的國內的領導產商 然後我們代理的是NeroSky的腦波儀 然後這次我們有推出一個新的市場應用的產品 它叫目前中文名字暫時叫暫定為瓶靜小燈ZenLab 這樣一個部分 那我們為什麼會想要去設計這樣的一個小燈呢? 是因為台灣的社會現在有很多的隨著時代的進步 大家的生活節奏不知不覺中都在加快 那我們常常在生活當中或者是人際關係中 會累積一些壓力或者一些負面的能量 那久而久之當中會變成一種情緒跟心理上面所謂一種牙健康 就是說我今天心情並沒有很好但是也沒有不好 反正就是處於那種不好不壞的一個狀態 其實長久下來對於我們整個的工作表現 或是我們的人際關係都會有一些你不會知道 但是可能會有影響的一些負面的作用存在 也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需要在平常在一般的休息的時候 或是公司一個午休的時間的時候 如果我們有找到一個方法很簡單的一個方法 可以讓我們的心神獲得放鬆的話 那這樣相信會對於我們那種情緒的部分 我們可以從牙健康的狀態回復到一個完整的情緒健康狀態 那它本身要怎麼做呢?其實很簡單 它利用的就是我們的腦部耳機透過File Feedback 生理回收技術把我們的腦的一個狀態 的腦電波它擷取它的訊號 然後傳到我們的腦波燈裡面 然後這個腦波燈呢它本身的話 它是用顏色的方式做表現 那顏色的方式呢我們用很簡單的方法 就是我們用彩虹的方式 就是紅、橙、黃、綠、藍、電、紫 這幾種七種不同的一個變化 那紅色的話 紅色是放鬆的最底層 就是最不放鬆的狀態 然後紫色的話是放鬆的最高級的一個狀態 然後也就是說 當我現在只要開始進入一個深呼吸 像這樣子深呼吸進入放鬆狀態的話 剛剛看到的就是它馬上real time的 就直接從剛剛的顏色紅色的部分 又上升到綠色跟藍色這樣的一個部分 對它是一個非常簡易的一種方式 那更好的狀態的話 只要你持續的進行你的一個深呼吸 或是做一些讓你自己最心情快樂愉悅的動作的話 它可以如果可以的話 它可以一直維持在紫色 那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 其實對於我們每一天 你可以在上班前或者是說剛開完會 你需要做一點情緒整理的時候 就用我們的腦波光球 這個平靜小燈 然後去調整你自己本身的一些思緒 或者是一些節奏 然後因為我們的小燈本身呢 它只要去接一般手機的外接式電源 或者是說你有iPad 或是有平板那之類的 它只要有那個可以接上數位移動裝置 然後它可以去揭取它們的電力 可以直接去使用 所以你不會有任何時間上的 或者是地點上的一種限制 雖然你現在是在出差的狀態 或是在趕場的一個狀態 不管是高鐵還是計程車上 基本上你都可以去使用我們這個平靜小燈 對 我們希望我們做的是一種幸福科技 就是希望讓我們的東西透過簡單 然後平時的一個使用方法 讓大家可以去接受 然後再利用腦波這項技術 改善我們的生活 讓我們的生活變得更加的和樂 很開心